当 归娇脸 姐姐们闯入浪捷舞的舞台 与纯天然舞整容的演员们相遇 这简直就是颜值 气质的全方位降维打击呀 前段时间 观众们翘首以盼的剧制《乘风2024》 这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浪捷舞 终于盛大登场啦 节目一开始 各路姐姐们的精彩出舞台表演 肯定已经让大家过足瘾了吧 当然 除了表演之外 姐姐们的颜值也是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30多位姐姐齐聚一堂 同台比美 天然脸与硅胶脸之间的差异一览无余 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 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看天然脸的姐姐们 陈丽君 坦白说 在日常生活中 陈丽君的外貌并无特别之处 五官清秀 和那些光彩照人的大排明星比起来 似乎还差那么一截 但是 只要她穿上那套帅气的红衣戏服 再在眉心上点上一抹朱纱 顿时 她的气质就像变魔术一样 变得超凡脱俗 陈丽君的美 源于她出色的骨骼结构 天生就长了一张适合唱戏的脸蛋 只需要稍微打扮一下 她五官里的英气就能立马显露出来 难怪就算她女扮男装 也能把观众迷得神魂颠倒 这种独特的魅力 正是其他明星所欠缺的 让我们对她接下来的表演充满了期待 陈丽君的美 不仅在于她的外表 更在于她的内心 她对戏曲的热爱 使她在舞台上散发出无尽的光芒 她的每一次演出 都像是一场视觉盛宴 让人陶醉其中 陈丽君的美 不仅仅属于她自己 也属于所有喜欢她的观众 她用她的才华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她的美 是永恒的 是无法被取代的 七薇 先说句实话 七薇这次新出的歌曲 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她的那张脸蛋 真的是无可挑剔啊 尤其是在那么多美丽的姐姐们当中 七薇的美貌绝对是稳坐头把交椅的 再说 虽然有人质疑七薇的双眼皮 是不是做过手术 但其实 除了那对迷人的双眼皮之外 七薇的其他五官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纯天然 看看苗条的身材 修长的脖子 再加上那精致的五官和完美的身材比例 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美人胚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七薇的脸部骨骼非常立体 眉骨突出 眉宫高挺 这种饱满立体的骨香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高级感 真是太有气质了 不过 要说最吸引人的地方 还得数七薇的那双眼睛 整个眼型微微上翘 眼角锐利 既妩媚动人 又霸气十足 简直就是郁姐发十足啊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期的舞台表演中 七薇更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颜值优势 那美艳的红唇妆容搭配上复古歌姬般的造型 让观众们怎么可能忍心去批评她那首并不算好听的歌曲呢 郭碧婷 郭碧婷那可真是天生励志的美人披子 看看小时代中的那个男香 形象就知道了 是那种会令人过目不忘的美 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圆润的卧蚕 略带顿感的鼻头 以及高挺的鼻梁 无不让人为之心动 尽管现在的她相比过去稍显风雨 甚至与婆婆像太越来越像 但这并不影响她的美丽 郭碧婷的五官依然引人注目 让人无法忽视 她的眼神清澈如水 仿佛能看透世间万物 她的笑容温暖如羊 总能带给人们无尽的力量 尽管身材有些微变化 但她的美丽却从未改变 为了保持良好的体态 郭碧婷已经开始积极地进行健身锻炼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健身照片 鼓励大家一起加入健康生活的行列 她的毅力和决心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明星应该有的态度 不仅如此 郭碧婷的婆婆向太也在努力塑行 向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她正在通过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 来保持身体健康 她希望能够以最好的状态 出现在公众面前 为大家树立榜样 Nia 长得恰到好处 完全符合七微审美观的爵士佳人 到底是怎样一种敬畏天人的模样呢 来自泰国的人气女星 MAD首次登台表演 真的让观众们领略到了 何谓颜值盛宴 那种令人窒息的美貌冲击力 简直无法抵挡 那双深邃明亮 充满抑郁风情的眼睛 与我们传统认知中的东方美女截然不同 但却更加吸引眼球 当她对着镜头放电时 试问有谁能抵挡住这样的魅力呢 观众们纷纷表示 只要她站在那里 就已经赢了所有人 众所周知啊 乘风破浪的姐姐 这一系列节目 可是专门为那些风华正貌 风采照人的三十家的知名女星们 扬身打造的 然而 为了在舞台上展现出最佳的状态 有些姐姐可谓对自己下足了功夫 不惜在脸上使用各种高科技产品 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甚至还不如不使用 下面一起来看看 整容过度的硅胶脸姐姐们 柳妍 比如我们熟悉的柳妍 她本就拥有出色的底子 再加上那曼妙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 简直就是性感女神的代名词嘛 但是 柳妍已经43岁 皮肤自然无法与年轻时相比 虽然依然饱满 但却失去了那种充满活力的胶原蛋白感 反而给人一种硅胶版的感觉 简单来说 这种所谓的 饱满 其实是因为脸部浮重导致的 柳妍的脸蛋 拢得就像是水煮蛋一样 笑起来的时候 苹果肌僵硬无比 卧残都快要比眼睛还要大了 看上去真是让人觉得别扭不已 当她从远处走来的时候 观众们甚至会误以为是馒头成精了 明明脸已经肿得不成样子 却偏偏要留个中分长发 这样一来 她看起来就更加像个发面馒头了 尚文杰 节目组真是大胆 竟然敢在摄像机面前 重重地对准尚文杰那张脸猛拍 开足了马力 每当尚文杰一露面 节目组便会特别地播放 她当年选秀时期的影像 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眼睛从原本的单眼皮 变成了宽阔而精致的欧式大双眼皮 闭起眼睛都能隐约看到 手术后留下的疤痕印记 鼻梁也是直线飙升 原本就不算短的中庭 显得更加修长 而且骨骼轮廓过于突出 让人不禁产生一种 她是不是男扮女装的错觉 总而言之 尚文杰这些年来 肯定在脸上砸下了不少银子 如果不告诉你 恐怕你都会误以为 她直接换了个头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种疯狂的整形 并未使她的颜值有所提高 反而让她的脸看起来有些诡异 再加上 她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得阴森森的 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节目组还是尽量减少 给尚文杰的镜头吧 我担心观众们的眼睛 真的会被吓坏 周扬青 此外 说道 归娇脸 自然不能忘记我们的周扬青 原本她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网红 如今却有幸参加了浪捷舞 看来节目组的眼光 真是越来越挑剔了 而且周扬青的脸型 也堪称网红界的模板 那双眼睛的眼角 几乎要延伸到鼻梁上 锥子脸和肩下巴 简直就是整容范本 还有那标志性的嘟嘟唇 让观众们都有些恍惚 因为在网络世界里 十个网红中 有九个都与周扬青 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萨鼎鼎 近日在萨鼎鼎晒出的丝照 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 萨鼎鼎相较以往年轻了不止几岁 饱满的胶原蛋白和翘挺的鼻子 简直美得让人心动 不过 那僵硬的面部表情和紧闭的双眼 总让人觉得 是不是整容过度了呢 实际上 这并不是萨鼎鼎第一次因整容事件 成为娱乐圈焦点 就在今年浪解上 萨鼎那僵硬的面部表情 瞬间吸引了全场媒体的目光 而那时 他也大方承认 自己确实进行过整形手术 对比过去的照片 原来的萨鼎鼎 还有点婴儿肥 颧骨稍显突出 颧弓也有些宽 下颗骨更是宽阔 面中部则显得较为平坦 因此 整体脸部在镜头前显得有些扁平 然而如今 他的下颗线似乎变得更加纤细 婴儿肥也已消失无踪 究竟是受脸针的神奇效果 还是魔骨手术的功劳呢 此外 脸型缩小后 面部线条也变得更加流畅迷人 再加上山根的崛起 成功改善了面中部的扁平问题 使得面部立体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对比下方 这张就照 你还能认出 这就是同一个人吗 浪杰舞这一期的阵容 可丝毫不逊色于以往任何一季 然而 遗憾的是 天然脸孔似乎逐渐减少 许多中年女星 不免为自己的颜值打起了 真 话说回来 科技虽然能为颜值加分不少 但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 拉低整体美感 倒不如保持自然之美 来得更为真实动人 除了以上提到的那几位 归娇脸 让人感到有些刺眼外 张于希的脸庞也颇具争议性 尽管她自称是纯天然美女 但长相却与整容后的效果颇为相似 初见时 或许会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但看得久了 总会觉得缺少了一份独特的韵味 仿佛戴着一副假面具 甚至连古装扮相 都不及陈丽君那样 令人赏心悦目 不得不说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然而 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个舞台最关键的 还是要看实力 各位姐姐们 若想打破颜值的壁垒 就应当在舞台表演方面下足功夫 提升自身实力 远比提升颜值要轻松得多 那么你们认为在这个节目中 哪位女明星的颜值最为出众呢 有什么意思 谁想打破颜值要轻松不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